接下来我们讲第一篇浮游植物 第一篇浮游植物 我们刚才介绍了浮游生物的概念 刚才给同学们介绍了什么叫浮游生物的概念 浮游生物呢 指的通常是个体比较小的 通常个体比较小的 没有这个游动能力的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要介绍于这些工具 才能看清楚的 这类这个生物 浮游生物根据它的营养方式 我们分成了两大类 一个叫浮游植物 一个叫浮游动物 那么浮游植物 肯定是体内具有光合色素 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进行制氧的叫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呢 进行的是营养方式 是靠这个外界这个现成的有机质 设计有机质 存活的这类生物 叫浮游动物 先把这两个概念我们明确一下 浮游植物 那么浮游植物 广义的来说呢 浮游植物呢 还包括一些呢 这个菌类 能够一些体内具有光合色素的一些菌类 像光合细菌 那么刚才我前面已经介绍过 这部分内容呢 因为课程的这个分工 我们不在这里面讲述 所以就在这里面 我们说的浮游植物 在这门课程里我们说的浮游植物 就指的是浮游枣类 就指的是枣类 然后枣类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个概念 什么叫枣类 枣类呢 是一种这个低等植物 首先它是植物 那么它肯定具有呢 这个光合作用 它体内的具有呢 叶力素 能够呢 进行这个光合作用 滋养生活 它又是所谓低等植物 没有真正的根茎叶的分化 外观上看呢 就是枣类 外观上看呢 就像一个这个 像一枚这个叶子一样 所以它又称作叫叶状体植物 它的繁殖呢 又非常的简单 以单细胞的包子 或者是核子呢 来进行进行繁殖 那么称作呢 叫做包子体植物 称作包子体植物 这样我们把枣类的这个基本特征呢 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点 没有真正的根茎叶的分化 它是低等植物 枣类 基本特征 第二点呢 它具有呢 叶力素 能够光合作用 第三个点 它的这个 这个生殖方式呢 是单细胞的包子 或者是核子 就它很简单 不像高等植物呢 那样的就这个营养器官 跟生殖器官的分化 它比较简单 在整个的这个繁殖当中呢 缺乏呢 胚 那是没有胚的 所以 藻类的一个概念 又可以用云基化来表示 它指的是呢 无根精液的分化 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 这个无胚的 这个包子体植物 这是关于藻类的一个这个 这个概念 基本的特征 那么藻类呢 这个不同的种类 它吸取的环境也不一样 多数的藻类 它是在水层当中 是这个浮游生活的 那么还有一些藻类呢 可能是可以在这个水表层 这个生活呢 少数的这个藻类 还有一些藻类呢 是属于这个底细生活的 底细生活的底细藻类 比如说像这个大型的海藻 红藻啊 这个鹤藻啊 这是这个底细藻类 那么为了这个讲述方便呢 为了这个课程这个系统性呢 我们可能在这里面 在浮游植物里面 我们把这些藻类都一并讲了 浮在水面上的 水表去的 水底去的 有些这些藻类 我们都一起讲 但这里我们重点还是 主要介绍是属于 浮游生活的藻类 浮游藻类 在讲这个藻类的这个分类之前呢 我们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呢 也给同学们要介绍一下 首先藻类的这个形态 不同的藻类 它的细胞的形态呢 是非常多样的 可以说呢 它有这个分成三大块 一个是单细胞体 就由一个细胞所组成 这一个藻体 就一个单细胞 一个细胞所组成 第二个呢 是群体 它有很多这个细胞所组成 群体 第三个呢 叫多细胞体 那么群体跟多细胞体 怎么区分呢 同学们可能会有混合 这两个呢 就是区分 群体呢 这个里面的细胞 都是属于比较松散的 就是每一个群体呢 如果一个细胞掉下来 它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星科体 这是群体 而多细胞体呢 它只是一个生命体 如果单独一个细胞下来 它是不能够存活的 这是它的区别 群体跟多细胞的区别 藻类的这个细胞的这个结构 那么细胞这个结构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了 两块区域 最外面一层区域 我们叫这个细胞壁 里面这层呢 我们叫呢 就是在细胞壁里面包着 所有的我们都从原生字体 原生字体里面呢 有这个些细胞质 细胞核 还有各种细胞器 这我们要分别要这个讲述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藻类的这个细胞壁的情况 不同的藻类 它的细胞壁的这个组成 它的这个结构是有差异的 那么藻类的细胞壁呢 在多数的种类 还是具有细胞壁的 具有细胞壁 细胞壁的这个成分 就是大多数的藻类细胞壁的成分呢 它是分两层 外层的我们叫果胶质 比较透明 内层呢 是纤维质 这两层这个成分都是比较透明的 一般来说呢 这是这个典型的这个细胞壁 都比较透明 那么 有些这个藻类 它的细胞壁的组成呢 比如说硅藻 它是这个以这个硅石为主 以二氧化硅为主 还有些这个藻类的细胞壁 比如像有些这个海藻 我们吃的这个海带呀 这个这个裙带菜 它比较年滑 它主要是藻胶 细胞壁层面是藻胶 就是这个特殊的这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细胞壁的 那么你看这外面这层就细胞壁 没有细胞壁的 有些藻类呢 没有细胞壁 没有细胞壁呢 它也可以分成了三种情况 一种 是完全是属于这个裸露的 那么这一类来说呢 它那个细胞的很容易变形 很柔软 一种 第二种呢 是呢 虽然没有细胞壁 但在这个细胞的外面呢 它有一层膜 一种比较硬化的 坚硬的一种这个子膜 叫做周子体 也叫表膜 特化的 那么这一类来说呢 形态呢比较固定 就第二个叫周子体 第三个 叫囊壳 囊壳呢 外形上看的 有点像细胞壁 但它跟细胞壁不一样 它没有这个缺乏这个纤维素 从它成分来看 缺乏纤维素 囊壳跟细胞质之间呢 它又充满了这个水 它很多这个 这个水进去 所以这个囊壳跟细胞之间 它是属于这个分离的状态 这个原生质体呢 可以从囊壳里面 可以脱离出来 随时可以分开 那么囊壳呢 很多时候呢 含有一些这个铁呀 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化合物 所以它颜色呢 你看 就带有这个颜色比较深 所以带有些中红色的 或者是这个铁锈色的 这种颜色 这是囊壳 这是有细胞 无细胞壁的这个情况 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是完全是属于裸露 一个是带有周子体 一个是囊壳 那么细胞壁里面包着的 就全部是属于原生质体 叫原生质体 这里头呢 我们从这个细胞核开始 我们再来讲述一下 细胞核 一个典型的这个细胞核 它包括呢 三部分的这个结构 最外面的叫什么 核膜 核膜 最里面呢叫核人 核膜和核人之间的 叫做染色籽 染色籽 那么这三个这个结构都具备的 这种叫做增核 增核 细胞核 细胞核是增核的生物 我们称之后叫增核生物 藻类里面 大多数的藻类都属于增核生物 增核生物 如果细胞核 这个不完整 通常来说呢 它缺乏呢核膜 外面膜没有 缺乏核里面的人也没有 它只有呢 染色质 这个就遗传了这个物质 那么这种细胞核呢 我们叫的 叫的圆核 也叫呢 叫拟核 圆核也叫拟核 那么细胞核是圆核的生物 我们就称作呢 圆核生物 圆核生物 藻类里面 蓝藻 是圆核生物 另外还有种叫圆绿藻 也是属于圆核生物 这些同学们 这两个概念要明确 什么叫 增核生物 什么叫圆核生物 那么藻类里面 蓝藻和这个圆绿藻 是属于圆核生物 藻类 那么大家都 可能都有些见过 不同的这个藻类的色泽不一样 像那个绿 绿藻类一般都是绿色的 那么红藻类通常是红色的 金藻类的金黄色的 为什么会呈现不同的色泽呢 因为它里面的色素 色素的组成 它的这个比例不同 色素的概念 就是含有颜色的物质 就称作叫色素 那么藻类的色素 可以分成四大类 那四大类呢 有叶绿素 胡萝卜素 叶黄素和 藻胆素 就四大类色素 其中 叶绿素呢 又可以分成叶绿素A B C D E 那么像绿藻类 还有叶绿素A 叶绿素B 而像这个金藻类 黄藻类呢 还有叶绿素A 叶绿素C 红藻类呢 还有叶绿素A和叶绿素D 有一些这个藻体老化之后 它会出现叶绿素A 所以叶绿素呢 这个在不同的种类 它的这个组成是不一样的 胡萝卜素和这个 胡萝卜素呢 又可以分成了 Alpha胡萝卜素 这个Beta胡萝卜素 叶黄素呢 种类也非常的多 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类群 藻胆素也是 可以通常分成了 找红素找蓝素 那么一般来说呢 这不同的藻类 它有都有它独特的 这个特征色素 不论哪一个门的这个藻类 不论是什么颜色的藻类 都含有的公共的这个色素是 叶绿素A和Beta胡萝卜素 这一定要加上叶绿素A 和Beta胡萝卜素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搞这个水域这个资源调查 我们可以呢 测定水域里面的叶绿素A的含量 来推算这个水域里面 浮游植物的量的多少 就不论哪一个门的都含有叶绿素A 那么色素呢 它是含有颜色的物质 它是主要是进行光合作用的 通常来说呢 藻类的这个色素呢 它不是散在细胞内的 而是呢 有一个载体装载的 这个载体呢 我们称之后叫色素体 也就是色素体呢 是一个色素的一个蛋白载体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就是一个色素体 你看它上面 就很多的这个色素 在上面这个堆积 那么在藻类当中 色素体的形状 是什么形状的 它的这个数目是几个 还有它的在哪个位置 都是区分种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之一 比如这种叫杯状色素体 我们看这个图 像个茶杯一样 杯状色素体 这是一个色素体 都是一个杯状的 那么像这个色素体呢 我们叫盘状色素体 这是几十个色素体 很多在细胞内 这是这一种 像这一种呢 这个是放射状的 叫星芒状色素体 然后放射状 这也是一个 星芒状的 像这种呢 它呈片的 片状色素体 两片 这个呢 就是比较宽扁的 呈板状的 两个色素体 那么像这种呢 是属于成螺旋形的 螺旋带状的 所以这个 在这个不同的种类 色素体的形状 它的这个数目 以及它的位置 是在这个 是在细胞的中央生 还是在边缘生 是就叫 所说的叫 叫那个叫 轴生 还是周生 都是区分 种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这是关于这个 色素跟色素体 那么 藻类呢 它是光合作用 能够自己 这个养活自己 光合作用 这个形成的这个产物 我们叫同化产物 或许话 什么叫同化产物呢 是呢 藻类 光合作用 所形成的产物 产物 有的时候的 从这个产物呢 会转化 以这个储存物质的形式 储存起来 也叫做储存物质 那么不同的藻类 它光合作用的产物呢 是不一样的 通常来说呢 藻类 光合作用的产物呢 有这个八类 淀粉 蓝藻淀粉 白糖素 负淀粉 油滴 红藻淀粉 赫藻淀粉 和甘露醇 这八大类 那么 不同的这个藻类 这对应的 比如说淀粉呢 它主要存在这个 绿藻 轮藻 甲藻 和银藻当中 蓝藻淀粉呢 它是蓝藻们所特有的 这个通花产物 白糖素呢 是在金藻 硅藻和这个 黄藻和褐藻当中 会存在 螺藻淀粉呢 它主要是在 这个螺藻门的 这个种类 油滴 也是在这个 黄藻啊 金藻啊 这个硅藻啊 这些这个种类里面 都存在 红藻淀粉呢 主要是红藻门的 褐藻淀粉 和甘露醇 主要是褐藻门的 就是种类不同 它的光合作用 它产温的就不同 那么再有一个 预点的反应也不一样 通常来说呢 淀粉呢 是有点型的点反应 加点之后呢 变成了 这个黯紫色 甚至如果量很大 就颜色变黑 蓝藻淀粉呢 略变色 略变色 那像白糖素 负淀粉呢 几乎是不变色的 这个在我们在下面的 这个不同的这个章节里面 会学习到 同化产物的概念 是光合作用 所形成的产物 种类不同 那么它这个 是不一样的 下面还有一个概念 叫蛋白核 我们在看藻类的时候 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 尽量会看到呢 在细胞的后端 有一个黑的 有一个这个 比较大的一个这个结构 那么同学的同学呢 还以为是细胞核 这不是细胞核 这个叫呢 叫蛋白核 这是在绿藻门的种类里面 什么叫这个蛋白核呢 它是一种细胞器 它是跟同化产物 淀粉形成有关的 一种这个细胞器 所以呢 这种这个蛋白核呢 它也能存在呢 在绿藻门 在银藻门的一些种类里面存在 就是跟这个淀粉形成 有关的一种细胞器 它的这个中间 就是中心部分 它是属于蛋白质 然后呢 外面呢 包有呢 淀粉颗粒 淀粉颗粒 这个淀粉颗粒 有的是外面 是有这个翘包围的 有的是没有翘的 那么这个 蛋白核的这个有无 蛋白核的这个数目 这也是 在藻类分类里面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依据之一 特别是在绿藻门分类当中 我们会常用到 蛋白核有没有 蛋白核的这个数目 在这个位置 边毛 有些藻类呢 它是能够运动的 能够运动 当然不是说这个 能够运动的藻类就一定有边毛 这不是说必然的关系 但是通常来说呢 能够运动的藻类都具有边毛 那么边毛呢 它是一种运动包器 边毛的这个结构 我们如果把它切开 它的牙显微结构 它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指的是裸露在外面的 裸露在藻体外面的 这个结构呢 是它叫9加2的这个结构 什么叫9加2呢 就是 它的外面 是9个 二连管 那这是微管 这是这个相连的 9个二连管 中间两个呢 是呢 两个是单管 所以叫9加2 就是边毛的这个 露在外面 如果是在 在藻体里面 就藻体在里面 我们叫机体 刚才我们讲的是杆布 就是露在外面的 如果是在里面的 那么它的这个结构 就叫9加0 什么叫9加0呢 就它的9个呢 是属于三连管 9个三连管 中间部分呢 它是没有微管的 就是这个边毛的这个结构呢 它在里面 跟外面是不一样的 那么从外面我们来看 从这个外观 我们在普通的显微镜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 边毛呢 有光滑的 很光流的 就要为边形的 这个边毛光滑 还有一种呢 是叫熔边形 就是它的在外面呢 还有些呢 短的 很短的一些这个结构 像小边毛一样 这种叫熔边形 也是不同的这个枣类 边毛的这个 它的这个枣声的这个位置 在哪个位置枣声 那么它的这个结构 它的树木 也是作为我们枣类 区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其他的这个细胞器 还有包括呢 这个盐点啊 伸缩泡啊 包口啊 包烟啊 这些包钢等等的这个结构 那么这个呢 往往呢 一般是在这些这个 能够运动的这个枣类 具有边毛的这些枣类呢 具有的这个 这个 结构 这也一种 一种这个 感觉泡器 也是一种细胞器 感觉泡器 像这个 这个带有这个四根边毛的 这个肌部的 你看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红色的一个盐点 然后在这肌部有呢 伸素泡 有伸素泡 那么像有些这个种类呢 它就坚信营养 除了光合中用以外呢 它给人的奢侈呢 外源的有机子的 它具有包口 具有包烟 这样的结构 这也是 在不同的藻类 它的这个结构呢 有差异 这是我们 给同学们介绍的 藻类的细胞的形态 这个结构里面的一些 这个基本概念 那这里的名字概念 就比较多一些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藻类的这个繁殖方式 生物 它这个繁衍后代 可能通过这个生殖 生殖呢 是指呢 母体呢 增加性个体的一个能力 也称作呢 叫这个繁殖 这个繁殖呢 一般来说呢 在植物里面 更多用一些 而生殖呢 一般在动物里面 更多用一些 但这不是很严格的 藻类的这个 生殖方式呢 可以分成呢 营养生殖 无性生殖 和有性生殖 这三大种 就藻类的这个生殖方式 分成呢 营养生殖 无性生殖 和有性生殖 这三种 什么叫这个营养生殖 营养生殖呢 是一种呢 不通过 这个任何专门的 生殖细胞 来进行繁殖的 这种方式 就它不需要 这个专门的 这个生殖细胞 来繁殖 主要呢 包括呢 细胞分裂 和群体的破碎 或者叫群体的这个碎裂 细胞分裂 我们都很好理解 细胞内 所有的这个结构都参与 从细胞B 到这个细胞质 到细胞核 都拉长之后 一分为二 一个细胞就变成两个 细胞分裂 另外呢 有些是属于群体的 这个藻类 那么比如像像那个 丹水里面一些 这个蓝藻 它是很多个体所组成的 一个群体 那么由于受到这个外界的 这个风浪啊 水流的冲击 之后呢 就一个个体 碎成几块 这几块呢 再经过这个分裂 又变成新的一个个体 这也是一种 一种这个 营养生殖的一种方式 就多称作叫营养生殖 包括细胞分裂 和群体的碎裂 无性生殖 第二无性生殖 无性生殖呢 指的是呢 通过产生 不同类型的包子 来进行这个繁殖 也就是说呢 无性繁殖呢 就是包子繁殖 就是包子 它是不同类型的包子 那么这个包子 如果是这个裸露的 细胞是裸露的 有边毛 能够运动的 我们称作的叫动包子 如果这个包子 没有边毛 一般都具有细胞壁 它是不能够运动的 我们称作的叫不动包子 在不动包子当中呢 有一种这个包子呢 它的形态结构呢 跟母细胞呢 非常的相似 我们称作的叫 叫四亲包子 四相似的四 四亲包子 比如说 在绿藻门的小球藻 它就是靠四亲包子来繁殖 四亲 四亲包子 除了不动包子 和这个动包子以外呢 还有一种包子 叫后臂包子 它又叫呢 原膜包子 或者叫后原包子 它是在原有营养细胞的 这个基础上呢 细胞壁 直接正后 所形成的 叫做后臂包子 那么后臂包子一般来说呢 都要度过一段时间的休眠 另外呢 有些种类的这个 包子呢 它在这个细胞里面 另外生一层披膜 这样的就形成了 就是休眠包子 那么后臂包子也好 休眠包子也好 这是多是在环境条件 不良的情况所形成的 所以通常来说 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眠期 才再蒙发 再形成新个体 就是五性生子 也就是包子生子 有性生子 有性生子呢 又叫呢 叫胚子生子 它指的是呢 雌雄胚子 两两结合 形成一个核子的一个过程 那么通常来说呢 产生胚子的母细胞呢 我们叫胚子档 这两个胚子呢 一般来说呢 一个就是吃胚子 一个就是熊胚子 吃熊胚子 形成一个核子的一个过程 根据这两个胚子的这个形态 结构 有性生子呢 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分别是同胚生子 一胚生子 软胚生子和结合生子 同胚生子呢 指的是 雌雄胚子的形态和大小 都相同的 就它两个完全是一样的 不论是形态还是它的大小 都一样的 叫做同胚生子 那么一胚生子呢 指的是呢 雌雄胚子的 它的形态是一样的 但是大小不同 一般来说呢 一个大一个小 它俩都是能够动的 都是能够运动的 一大一小 叫一胚生子 软胚生子 指的是 雌雄胚子的 形状和大小呢 都不同 那么通常来说呢 那个大的 我们叫的 吃胚子 它是不能够动的 没有边毛的 那个小的 我们叫的雄胚子 它是带有边毛 能够运动的 大的我们一般的叫做卵 小的我们叫做精子 也就是说呢 这个软胚生子的实际上 就是精软结合的一个过程 叫软胚生子 第四种呢 叫结合生子 那么结合生子的两个胚子呢 都是没有边毛 都是不能运动的 那么它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呢 这个呢 主要是经过呢 细胞壁的融合 或者是 中间的生素结合管 那么结合生子呢 是绿枣门 结合枣钢所特有的 这种生子方式 在我们在 后面 我们在讲绿枣门的时候 我们才会讲到 具体讲 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 结合生子 结合生子呢 因为它是属于 两个都是属于近胚子 所以它也称呼到近胚同胚生子 这是枣类的这个 生殖方式 刚才我们讲到枣类的这个生殖 生殖呢 是指呢 母体增加生育个体的能力 那么枣类的生殖方式呢 可以分成呢 三大类 营养生殖 是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 营养生殖呢 有细胞分裂和群体序列 无性生殖呢 指的是通过呢 产生不同类型的孢子 有动孢子 不动孢子和后臂孢子 有性生殖呢 是两两 这个形成这个胚子结合在一起 形成合脂的过程 叫这个有性生殖 那么这个 又根据胚子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类型 不同的大小呢 分成呢 同胚生殖 近胚生殖 软胚生殖和结合生殖 所以这个枣类的这个生殖方式 有三种 有性生殖生殖方式有四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史 那么什么叫生活史 也叫呢 这个生活周期 就是指的是某种生物 在整个发育阶段 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某种生物 在发育阶段 所经历的全部过程 也就说白了哈 就是一个个体 从出生到死亡 所经历的各个时期 就叫这个生活史 这很好理解 那么藻类的生活史呢 根据它的这个生殖方式 它对应的呢 生活史呢 有四种类型 分别是营养生殖型 无性生殖型 有性生殖型 和无性 有性混合型 这四种类型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营养生殖型 营养生殖型呢 指的是呢 它的生活史当中呢 就只有这个营养生殖 它只能靠这个细胞分裂 或者是靠这个群体的碎裂 来增殖个体 就植物体 细胞分裂 或者这个碎裂 形成一个新的这个植物体 这在蓝藻 还有些萝藻 这个单胞藻呢 是常见的 这种生殖方式 这种叫营养生殖型 第二种呢 叫无性生殖型 那么它指的是呢 这个藻体呢 是通过呢 这个无性生殖 胞子 来这个繁殖后代 就植物体 形成胞子 胞子呢 包括呢 动胞子啊 进胞子啊 后臂胞子啊 这些这个胞子 来繁殖后代 整个这个生活史当中呢 它没有呢 这个 这个 减速分裂 比如说 藻类里面的 绿藻门的 小球藻 三藻 三藻 都是靠这个无性生殖型 就是这种这个生活史 那么第三种呢 叫有性生殖型 生活史 有性生殖型 在这个植物体的这个生活史当中呢 它会形成的这个吃雄胚子 吃雄胚子 它会呢 经过这个减速分裂 那么 根据这个减速分裂发生的这个时期不同 有性生殖型呢 又分成的 叫双向型和单向型 两种类型 这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么 所谓的双向型 是指这个右面这个图 这个双向型 那么它指的是呢 植物体呢 是二倍体 植物体是二倍体 在形成胚子的时候呢 它首先呢 经过减速分裂 这个R就减速分裂 进行减速分裂 那么吃雄胚子呢 变成单倍体 而吃雄胚子 结合在一起 形成核子 又恢复到了二倍体 核子呢 这个萌发 形成植物体 这种叫双向型 植物体呀 这核子都是所谓二倍体的 所以叫双向型 另外一种呢 叫单向型 就是左面这个图 植物体本身是属于单倍体 单倍体 那么植物体呢 它经过呢 这个分裂 形成了这个胚子 这个雌胸胚子 还是单倍体 雌胸胚子 合在一起 形成核子 核子呢 是双倍体 那么在核子 形成植物体之前 它要经过呢 减速分裂 R减速分裂 减速减速分裂 所以植物体呢 它又变成一个单倍体 所以这样呢 叫单向型 单向型 那么像这个双向型的 这个在一些这个硅枣啊 在一些绿枣的那些管枣木的种类 是属于这个双向型的 单向型呢 那么在绿枣的这个水棉呢 还有些这个在一些这个轮枣啊 都属于叫单向型 这是叫有性生殖型 就是整个生活史当中 它是通过这有性生殖 第四种呢 就是有性无性的水混合 混合的 混合型 那么混合型呢 它又根据呢 是不是有规律的 这个交替这个出现的 又分成的啊 这个无世代交替的 和有世代交替的两种情况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种叫无世代交替 无世代交替 那么这个植物体一般来说呢 都是属于单背体 它通常的情况 都是靠呢 这个无性生殖 来这个繁殖后代 植物体形成孢子 就是又形成这个植物体 在通常情况下 是靠这个 那么在这个环境条件 这个不利于这个植物体 这个存活的时候呢 它会进行呢 有性生殖 植物体呢 它首先形成了这个 雌雄胚子 雌雄胚子呢 合在一起 就是变成了 二倍体的核子 二倍体的核子 那么这个核子呢 再经过了减速分裂 这样呢 形成这个孢子 在这个孢子呢 直接发育成了这个植物体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有性生殖这一块呢 它是在环境条件呢 在不良的情况下 才出现的 所以这个呢 有性跟无性呢 是说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交替出现的 就叫没有世代交替的 没有世代交替 比如说 绿藻门的 一藻啊 团藻啊 这个丝藻啊 都是靠这种 这个方式 来这个繁殖后代 在条件 不良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 有性生殖 有性这个生殖 跟无性生殖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有世代交替的 有世代交替的 就它是有规律的 这段时间是有性生殖 这段时间是无性生殖 有性生殖 无性生殖 它是规律的交替出现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整个的生活史当中呢 它会有两个 至少是有两个植物体 一般是两个 三个这个植物体 它是相互交替的出现的 那么植物体是双背体的 有这个是单背体的 就植物体它有两种 有双背体的 有单背体的 一般来说呢 双背体的植物 我们称作呢 叫包子体 双背体之后叫包子体 它进行的是无性生殖 它经过这个减速分裂 就会形成包子 植物体 植物体是这个单背体的 我们叫做这个 叫胚子体 它经营的是有性生殖 它形成这个 首先形成这个 赤雄胚子 形成这个核子 那么从这个包子 这个开始 从包子开始 到这个胚子 到这个胚子体 到形成这个胚子 就这半圈 我们看就右面这半圈 这个呢 都是有性生殖 所以称作呢叫 有性世代 这有性世代 而这半圈呢 从核子 核子 直接萌发成这个包子体 包子体也在经过减速分裂 形成包子 这块呢是说无性 所以叫无性世代 那么它这个整个的植物体 它是有两种 一个是包子体 一个是背子体 它是有规律出现的 交替出现的 这叫呢 叫这个生活史当中 有世代交替的 无性有性的混合型 那么这两个植物体 如果它的这个形状和大小 就都一样的 我们叫同型世代交替 叫同型世代交替 比如说绿枣们的瓷唇啊 钢猫枣啊 都叫同型世代交替 如果这两个这个植物体 一个大一个小 就叫一型世代交替 比如说像我们同学们 日常吃的这个海带 海带呢 它就属于一型世代交替 那么我们吃的 食用的一部分 它是属于包子体 它属于呢 包子体占有世 海带 还有取代菜都是属于 另外呢 还有种这个枣呢 叫这个宣枣 它属于杯子体占有世 就是这两个 就属于的一型世代交替 这是枣类的这个生殖方式 和枣类的这个生活史 跟这个生活史呢 是跟生殖方式所对应的 它一共有这个四种这个类型 枣类的分类 那么枣类的分类这部分 这部分这个内容可以说呢 在不同的这个教材 不同的这个专家 学者 它的分类的这个依据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部分的分类 也是可以说呢 比较这个五花八门的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你们看 看不同的教材 看不同的这个书籍 它分类这个体系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本教材呢 还是采用的比较这个传统的 就是那个分类方式 是咱们国家的 在上个世纪 就是这个七十年代末 召开的一个枣类学会议 所确定的 枣类的分十一个门 分十一个门 蓝枣 金枣 黄枣 灰枣 银枣 贾枣 罗枣 绿枣 轮枣 贺枣和红枣 是这样分的 那么像新晋的一些这个书籍 藻类来说呢 它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这个门类 因为随着一些这个学科的发展 特别是一些分子生物学的这个发展 它又从那些分子的这个角度 重新对一些这个分类系统进行这个分类 又补充了一些新的门类 那么像那个新出版的一本 中国淡水藻类这个系统分类 它是把这个藻类分成十三个门 又增加了原绿藻门 就我刚刚提到也是属于一种原核生物的 原绿藻门 再一个钉边藻门 还有一个绘色藻门 增加了这三个门 然后它把这个轮藻门 这个轮藻门的去掉了 轮藻门把它合并到这个绿藻门当中 就是这一种 当然你们看还有国外的一些这个学者 它分类体系也不一样 就是分法就很多 有不同的这个分类依据 像有的呢 把一些像龟藻啊 这个金藻黄藻 把它都合在一起 它叫有色藻门 拿着很庞大的 所以这个分类这块就比较混乱 但是为了同学们学习方便呢 我们还是采用传统的 我们就是这个方法 分成了十一个门 分成十一个门 所以我们讲述的时候呢 也按这个十一个门的体系来 进行这个讲述 那么习惯性来讲呢 十一个门 我们前面这八个门 从蓝藻金藻黄藻灰藻 银藻甲藻螺藻绿藻门 这里这个八个门呢 我们习惯性的把它是 放在浮游植物里面讲 它通常一般比较小 但这不是说绝对的 这个八个门里面 像那个像绿藻门里面 有些的藻类呢 也是非常大的 是大型的这个藻类的 像那个 石唇 胶膜这一类的 都是属于这个大型藻类 而习惯性的 我们把那轮藻啊 褐藻红藻啊 这三个呢 把它放到是 这个大型藻类里面去讲去 但这三个门里面也有小的 你像那个 这个红 红藻门里面 一种紫球藻 是一种丹宝藻 可以提借这个 是色素的 所以这个 就为了这个讲述的 这个方便 我们把习惯性的 前面八个门 把它放到浮游植物里面讲述 后面呢 三个门的放在是呢 就我们放在第四篇大型植物里面讲述 就是为了这个讲述的方便 那么关于藻类的生态分布和这个作用 这一部分呢 我简单提一下 这部分内容呢 也可以同学们回去自学 看书 没有什么难的 这部分内容呢 也是我们在后面相关的 这个章节当中的 也都会学习到 那藻类呢 是可以是地球上 这个分布呢 非常广泛的一种 这个植物 从炎热的赤道 到这个 冰封的极地世界 无论是江河 湖海 沟渠唐宴 一些这个临时性的 这个积水 潮湿的地表 这个墙皮 树干呢 甚至是在这个 沙漠 积水上 大家同学过这个雪藻吧 都有这个藻类的分布 但是藻类呢 主要呢 还是分布在水中 不同的这个藻类 它的生活的环境 它的生长的特点呢 都是有这个差异性的 那么藻类的 这个受环境的 这个影响呢 温度啊 盐度啊 一些其他的一些 这个因子 理化因子呢 都对藻类的分布 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我们说这个刺潮爆发 它当然受很多这个因素的影响 不是说单一的因子 都能可能诱发 某种藻类的这个 大量的这个生长 那么藻类 就跟我们这个养殖业 跟我们这个人类生活关系 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这个藻类 我们都可以食用 大的海藻 刚才提到的 像海带 裙带菜 什么紫菜都可以食用的 还有些西菜等等 那么小的这个浮游植物 是水域里面 经济这个动物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浮游动物的饵料 那么像一些这个单包藻 我们目前在 现在养殖业 我们大量培养的 刚才提到的小球藻啊 一些这个龟藻啊 像星月藻啊 这个小星月啊 这个零星藻啊 这个蒋毛藻啊等等 都是在养殖业 现在我们都是要培养的 作为一些这个苗种生产的饵料 或者是作为这个培养浮游动物的 这个饵料 那么在天然水域里面 藻类也是呢 这个随体当中 这个融养的这个来源之一 浮游植物的观合产养 可以丰富水中的融养 另外呢 有些这个藻类呢 还可以呢 像一些蓝藻可以固氮 可以固氮 直接利用这个空气当中的氮气 加以这个利用 这样的话 如果把它淫种到这个农田当中 就可以解决在这个氮园 这个氮园的来源 那这是 还有些这个龟藻 可以形成龟藻土啊 在供应上有很高的用途啊等等 当然藻类呢 也不是说都是好的 也有些藻类呢 可以呢 有些这个有负面影响的 像大家都听到过的这个赤槽 全球范围这个越演越烈的赤槽 赤槽呢 所谓赤槽 它通常来说的是一些有害藻类 在海洋里面 就大量的这个繁殖 是大量的繁殖 那么是呢 给海洋环境 给这个周边的这个水体 带来这个负面影响的这种现象 赤 是红色的意思 那么赤槽呢 最早呢 是一种是叶光藻 这是叶光藻 所引起的 所以叫赤槽 那么现在来看呢 不光是这个叶光藻 很多的赤槽 甚至一些无色的 一些这个这个 这个种类 就是也都能够形成赤槽 甚至是一些浮游动物 也会形成赤槽 所以赤槽不单纯是藻类 一些无色的这个种类 还有些这个浮游动物 都会形成赤槽 这方面的这个内容 我们在 后续当中 我们会再讲到 好这样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接到这儿的